嗨,大家好,今天和我一起来玩我新买的化妆品吧 那这些呢是我年初的时候拿了奖金以后 很想犒赏自己工作辛苦工作一年的一些 买的一些小奖励给自己的 其中有两盒眼影呢是我一直都很想要的 然后最近看他们平常出现在各个YouTuber的2020用品 2020爱用品里面 所以呢我就忍不住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剩下的一些呢就是成熟乱花钱买的 那你看这里已经有一盒已经被我开开了 是因为我其实刚才已经录了一个开头 结果才发现我的声音没有打开 所以白录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想先把眼影找到 结果开了这一盒发现 那不是那个眼影 所以眼影在这一盒里面 那我们就先从这一盒开始 我现在是属于那种化了一半装的状态 因为我打算把买的东西拆出来之后 就直接试用在脸上 所以我现在装有点怪 我要建议哈 耶耶耶耶耶 我想买很久的一盘眼影啦 就是 是 Huda的这一盘 是叫Kaki吗 Kaki就是它女神的一盘 我一直都想要它来这 我终于买了 哎 之前那么多减价的时候我不买 现在不减价了我去把它买回来 你说我是不是浪费钱 哇哦 哎呀我之前在Sephora里面看到的那个 外面摆的我就觉得说好漂亮 现在镜子拿在手上看 也觉得好漂亮哦 好喜欢 一会儿我们来用用看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样 是那个Selina Gomas新出的那个 嗯 那个Lip Balm 就是它现在最新上架的 然后这是那个 你的Color Neutral超小一个的小样 我想先试试看 那另外一盘我也很想要的眼影盘 在这个箱子里面 我们把它猜出来吧 怎么开啊 开了吗一盘 就是它们啦 一盘是这个 哦我想要的是这一盘 Charlotte Tibbury的Exagger Eyes 这一盘真的是 我看好多YouTuber说 他们2009年2020年的最爱的眼影盘 都是它 然后就一直 其实在那之前我也是一直对它 蛮感兴趣的 所以这次就把它买回来啦 还买了另外一盘 顺带买的 是那个也是CT的 是它的那个 Walk of No Shame 为什么买它呢 纯粹 纯粹是贪小便宜啊 因为Core Beauty Core Beauty 网站上面这一盘 这个Walk of No Shame 一直在减价 然后我就一直看那个减价的标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就觉得说哎 不买它感觉自己亏了 所以不知道是哪来的那个想法 就把它买回来了 我们一回也都来试试看 看我是真的是真心的乱花钱了吗 那接下来这些真心的就是 嗯 有兴趣乱花钱买的 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是想花钱所以买了 感觉自己好不理智喔 里面呢就是三支 Fenty Beauty的口红 那为什么会买它们呢 因为它们在减价 9块钱一支这样一支 然后我就把我有兴趣的颜色买回来了 而且我不只买的这三支 我还买了这一包也是的 而且我是分两个地方买的 我先在Sephora上买 后来再去Fenty的网站上发现说有一些收到买不到的颜色 Fenty网站上面还买得到 而且都是在减价9块乘一支 所以 我就把分两个网站把它们买回来了 这个里面有几支啊 这个里面有五支 所以我一共是买了八支不一样的颜色 而在这之前呢 我已经有那个他们最受欢迎的那一支 Shotty那一支颜色了 所以加上那一支我一共是9支 那这次我买了8支 然后我其中有两支是 我下碗单就后悔了 所以等下来试试看说 嗯是不是上存之后 我依旧是后悔买它们的 所以接下来这两包里面呢 都是Hini的腮红 现在把它们猜出来 那Hini呢 好像是一个台湾品牌 然后呢 就是我听一个YouTuber说 在Amazon上面有卖这个牌子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然后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 Aprica Ginger颜色的腮红嘛 然后他们正好 就是有这个颜色腮红 然后我就 因为比较便宜嘛 所以我把我比较有兴趣的 三个颜色都买回来了 然后比较看看说 嗯他们到底有没有差别呢 好 先是两盘 这一盘里面还有一个 这两个是它之前就有的腮红 一个是1号色 一个是7号色 以及它新出的 刚新出的腮红色 是2号色的Ginger 好我都猜完了 那接下来就来 这就是一个兴趣的部分 我要来玩他们 要试用他们 那我先把Scamar移进一些 我们一会儿见 excuse me 好大一张脸 那我想先把这个小样的唇币抹上 因为我对它还蛮好奇的 然后我们再来先上眼座 怎么完全没有颜色啊 这是Ware Beauty新出的那个 嗯 Lip Balm吗 然后是Near Neutral这个颜色 没什么颜色 好吧 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先来画这个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的眼影 那我们先从我最想要试的这个绿色中间 这个绿色开始 我是不是画太多了 好险色啊 我觉得还ok耶 画上去之后不会觉得说 是像被人炸种了的一个绿颜色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边什么都会抹 然后这边直抹的那个绿颜色 我觉得抹上眼以后 比较看不出来 它是个绿颜色 这是我的真心话 这看起来 嗯 变得更像灰色 不是灰色 那种 咖啡咖啡色 灰咖啡色多一点 我觉得 没有盘子里看起来那么绿 再来试试旁边这个绿颜色 那我先试试看用刷子 能不能把这个绿颜色刷起来 好了 因为他们家眼影 特别是亮片色 嗯 大盘时候用手才刷的上来 可以沾取起来 但是上眼以后 又是用刷子 几乎看不到 还是直接用手 不做做 用手 直接用手 我觉得加了这个亮片以后 这个均绿色才会变得 比较明显一些 就是这个亮片色 是有帮助带出 那种均绿色的颜色的 你现在来试一下 这个比较浅的绿颜色 我觉得这个绿颜色 在手上和盘子里 看起来比较像金色 在眼睛上 我也觉得它更像一个金色 就在另外两个 比较深的上面在涂 它是完全已经 看不到它的存在 就觉得眼睛上 眼皮上的金散 更多了一些而已 我现在来加上眼线 看看效果 反正这样 我就已经蛮喜欢的了 我眼线画上去啦 我觉得也不错 我喜欢 那我还想做一件事就是 我很想把这个亮晶晶的粉 再加上去 会出来个什么效果看一下 我觉得加上去也不错 会多出来一点粉色的偏光 就不光是绿色和金色 还带一点点粉色的偏光 也不错 耶 这样试下来 我很喜欢这一盘 我觉得以后我还可以多玩一下这一盘 因为它其实里面的色调有蛮多的嘛 有绿色有这种橘色 咖啡色和这种粉色 所以其实我以后可以多试一下 不一样的它们三种颜色搭配 反正今天就试了 这绿色加这个粉色 我就觉得已经很漂亮了 我很喜欢 这一盘买的很满意 好 那这一只眼睛呢 我就试这个 好期待喔 大手欢迎的眼影盘 看看说上眼是不是真的好看呢 我们来试试看 它们和我想象中不一样 我以为它们会是更粉色的一个眼影盘 但其实打开以后才发现说 没有耶 它里面没有一个粉颜色 我觉得网上照片看起来 这个颜色还蛮粉红色的 但其实它不是粉红色耶 真的耶 它的里面的色调和我照片里面看到的是 完全不一样 因为照片里面我会以为它会是和 Pillow Talk蛮接近的一个淡粉色盘 但其实不是耶 反而更有兴趣 因为我已经有Pillow Talk嘛 然后我之前还想说 我又买它 Pillow Talk差不多 那买它干嘛 结果发现原来它不是 反而买回来对它更有兴趣 好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我们先来用这个最浅色打底好了 看眼睛会不会肿 因为我用Pillow Talk里面 那个最浅的珠光色白色打底 是眼睛会整个肿的 电灯袍一样的 所以先试一下这一盘这个颜色会不会肿 这个颜色调粉还蛮点正的 要敲一下 刚才是整个一坨 就这样从眼皮上面掉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做打底色是OK的 它是一个比较 嗯 哑光的珠光色 没有那么亮 所以作为打底色我的眼睛是不会妆的 接下来按着它顺序用这个来加深眼尾 嗯 怎么不上色了 换一个刷子试试看 沾了很多在刷子上 看出不出又来了 这个颜色真的不是很显色 嗯 这个颜色我比较不喜欢 因为我不喜欢这种画了跟没画一样的颜色 呵呵 用手试试看 如果手也画出来 那这个颜色是真的就没救 好吧 它就是一个不太显色的哑光珠光色 这个小莎莎 看这个颜色 Define 我理解中的Define 就是眼睛这个线上面做一点勾 试试看 这颜色不会也不显色吧 那这一盘大家是喜欢 喜欢这什么啊 嗯这个显色稍微就好一些了 OK啦 一般 大家最爱的是因为它这个珠光色 我试试看 如果这个珠光色一般的话 那这一盘我真的觉得说 嗯 没有必要没它 看看这个珠光色会不会惊喜到 我没有在录声音 等一下 我没有在录声音 怎么会这个样子 啊 那我刚才录到什么了 嗯 等一下我回放看看 太好虽然我麦没有带在身上 放很远 但是我的声音居然还有录到 好继续 这个视频声音就是一个咪啦 忽近忽远忽大忽小 各位就不要太介意 毕竟也不是专业搞视频的人是吧 我们接下来是这个最难的期待的珠光色啦 用手上 这个尿片确实是好看的 现在心里蛮纠结的 我觉得说这一盘 就可能就这一种画法 因为其实这个除了打底 我真的就不觉得它有任何其他作用 然后这个呢 就完全的不显色 是真心的不显色 这个呢 就当眼线色 但这个我觉得大部分眼影盘里面 都找得到何必用它呢 是吧 没有任何特别的 然后这个珠光色是OK啦 是还蛮好看 但是为了这一颗珠光色 以及画出来什么花样的一盘眼影 四色眼影花40美金 真心的觉得说 如果它是送给我的我会很开心 如果要我花钱买我会觉得说 有些不值得吧 因为 它真的有美到让人觉得说 反正我现在对它评价 心里对它就有些纠结 就觉得说 蛮温柔 这个亮片色也蛮好看的 画出来眼妆 但是 就是 就一种一种画法 里面就一个珠光色的出彩 其他三个颜色都很普通 不是普通 是有点 让人觉得有点不满意的程度 其实是 另外三个颜色 就这一盘里面 除了这个亮片色 另外三个颜色我都觉得说 好烂喔 所以为了一个颜色买 这个盘 我觉得还是 说实话 心里觉得有些不值得的 但又觉得这个亮片色 确实蛮美的 我这边加上眼线 配上眼线 你看 这个珠光真的是 越看越好看 特别在灯光下面 就是很美的水光感 但是花40块钱 买一个这个珠光色 贵啊 感觉这就是愿者上钩的那个道理 你愿意花40块钱 买一个这漂亮珠光色 对你来说 它就是值得的 嗯 反正是蛮喜欢的 我相信我以后会经常 想要拿着这个珠光色来用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这个珠光色 好 那我现在把两边都擦掉 虽然我两边都很满意哦 但是还有一盘眼影啊 那个walk of no shame 那我们现在来试这个walk of no shame 这一盘 刚打开看它 其实我没有心动的感觉 没有觉得特别的漂亮 来上眼试试看会是什么效果 好了 一样按照它的正常步骤来 就是这个最浅色打底啦 看这个盘里面这个会不会 总我的眼泡 我觉得这个颜色比刚才那个 exagger eye里面那个打底色要好看 因为它的珠光色要更亮一些 更明显一些 接下来这个橘色的珠光色 上眼尾 另外一边眼睛也给它画上 然后用这个红颜色 做那个眼线的勾了 最后用这个珠光色啦 眼睛中间提亮 那我接下来把眼线画好 这一盘呢 我觉得是ok的 我没有不喜欢它 但是也没有让我很喜欢它 所以我也没觉得它特别的值得买 就是嗯 这盘就是ok 一边边是我的评价 那这一盘里面呢 我觉得说这个红颜色这个色调 是真的如果你一不小心用太多 画太多 看起来真的还蛮类似唱金句 等眼上那种很夸张的红颜色 它是那个色调 所以用多了我觉得可能会 显得眼妆有点像唱金句 有点夸张 那这一盘里面我最不喜欢的呢 是这个金颜色的亮片色 因为我觉得它好干哦 而且它我用手去沾它 我都觉得说它有一些不好沾取 然后也很难在眼皮上面涂抹均匀 并且我都已经是用手去涂它了 我脸上还是掉了一脸的这个金色的粉 那我们接下来来试腮红吧 我先把三盒都拆出来 在手上刷个色仙 哦 它里面还有一个小龙布耶 有没有这么高级的感觉 这是一号new beige这个颜色 还不错 这是一号new beige 这一样有个小狮龙套 然后这是七号色night apricot 一样先在手上刷个色 这是一号的new beige 这是七号的night apricot 这一盒就是他们的新色啦 也有个龙布套 上面好脏哦 它是不是啊 它睡了 难怪我说这个布上面怎么那么脏 原来因为它已经睡掉了 我从amazon上买的 看来运输不是太好 看看它睡到什么程度了 我还能不能把它按回去吧 哇整块都睡了 睡得渣渣 好 接下来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按回去吧 已经睡成渣渣了 不能竖起来等下都掉 一会回来 刚才试了一下是已经按不回去的程度了 所以我就直接在手上跟你刷个色 这是它的二号色 就是睡掉的那个 什么精觉那个 好现在上脸试试看 那我就先上这个一号的new beige 还蛮自然的一个 有点粉粉的颜色 再多来一点 就镜头里面好像看不太出来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一个还蛮有元气的一个蜜桃粉色 接下来用Hini的七号色 Night Apricot 我觉得这个 Night Apricot这边 比较接近我肤色 所以看不太出来 那我会更喜欢这边一号色new beige 就是一个蛮有元气的带点 那种蜜桃粉色 好那个Ginger已经碎掉了 我也 用点碎的Ginger 然后直接刷在上面 看是什么样好的 好像也没什么颜色 蛮多的 怎么觉得刷不出来什么颜色 我去换个灯线一下看一下 它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我这样完全看不出来 我刚刚把自己怼到的窗户面前去看它 我依旧看不到 碎掉的这个Ginger是个什么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Ginger比起腮红 其实更适合当搞狂用的已经 它是在 珠光感太强了 亮度太强了 强到在灯光下 已经看不到颜色 只看得到它的亮度 好 接下来就是口红啦 我们来试八支不一样的颜色的口红 开始 那我们先从我最期待的这个 FREECO FISTAR色起吧 这是FREECO FISTAR 先刷手上给你们看 OK吧我觉得 这个颜色 接下来就来试我 买了就后悔很担心的一个颜色吧 它叫Dragon Miami 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pop的一个颜色 希望不要夸张到完全用不了 这第二支叫Dragon Miami 哇 好烟喔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这个Dragon Miami 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 显眼的 嘴巴已经被我擦红了 这是另外一个我也蛮担心的颜色 叫Sauce 也是一个黏黏黏的橘色 这个是Sauce Sauce 好橘啊 这个 好分达气水 好橘 但我觉得也是好看的耶 嗯 我也蛮喜欢的 虽然是一个蛮特别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鲜艳的颜色好难卸干净喔 我嘴巴像是吃的东西没擦干净啊现在 要命 嗯 都没看见喔 好 接下来这个颜色 我也担心 嗯 是Tiger Tini 觉得它又是会一个橘的夸张的橘耶 来咯Tiger Tini 哇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还可以 Dragon Miami Sauce Tiger Tini 觉得都是如果你知道 出去就想人家盯着你嘴巴 颜色看的话可以涂到 我真的是都好 好亮的三个颜色 有些这种很亮的颜色 就是涂上去之后会觉得特别不好看 但这三个虽然很亮 但是我觉得还是是好看的 这边已经完全卸不掉了 像被染了色 好吧 接下来的四支颜色 我觉得都算是还比较安全的颜色 那我们先从这个Chick开始讲起 它应该是一个裸紫色 这是Chick 还蛮像吃了毒苹果 也中毒的那个唇色 我觉得如果搭配那种 比较暗黑系的妆的话 这个颜色应该也是可以好看 接下来这一支叫Spank 这支应该非常安全吧 Spank 好安全喔 这支就是我觉得现在还蛮多件的 这种Dusty Rose的颜色 我觉得我手上我可以想到的 已经有两支跟它颜色差不多了 接下来是它一个很受欢迎的颜色 叫Single 这是Single 一个裸色 这是个好地道的裸色喔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有点驾驭不了了 这个裸 这个裸色已经是那种有点 显气色不好的裸了 这个Single 对我来说了 最后一支叫Madam Madam 我觉得涂涂红素真的好考验技术喔 我是真的非常需要那个唇刷 才可以把它涂抹好 所以你们现在就先将就着看吧 我觉得蛮好看的这一支 是那种带蓝调的正红色 还蛮好看的 远看会有一点霉红色的感觉 那我全部试完啦 希望你有喜欢今天的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